与此相的一家知名游乐园 不但园区内种植许多不同品种的樱花 最近园区内的山樱花更是盛开 八重樱以及极野樱也开将近八成 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拍照赏樱 今年九族的樱花就爆开 很像是玉米花一样 然后非常的爆开 然后全部都是红色的爆米花 很像恋爱的感觉 我九族这边的樱花非常的漂亮 那刚好今年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能出国 所以我们就全家然后到九族来 然后就在樱花树下喝茶聊天拍照 就有像这个伪出国的感觉 非常的开心 园区经理也表示 今年园区内的樱花呈现爆开的状态 花旷相当漂亮 更是近年来最漂亮的一次 欢迎大家请来赏樱 五千棵的八重樱 现在是进入盛开期 也更是百分之百的盛开了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吉野樱有八成 富士樱有六成的这个开了 那今年是天气非常的好 而且是历年来这个开到最高峰的一个盛况 可以说是一个大暴躁 那我想赏樱花是趁现在 在这个礼拜之内一定要赶快来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先议员石信龙指出 受气候印象 今年九族樱花相当盛开 也希望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来赏樱花 文化村今年因为天气的关机 可以说园区里面的樱花 开得非常的漂亮 园区里面可以说各种不同品种的樱花 陆陆续续都在盛开当中 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到南楼县 也能够到九族樱花村热烈坛去周边 我们一起向各个村落 大家来旅游三星 九族樱花村樱花目前呈现爆开的状况 不论是三樱花或是吉野樱 富士樱等等都相当的漂亮 石信龙议员也欢迎民众前来赏樱 记者邱平易 于是采访报导